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這個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日版跟台版在這個抽卡機率上面的這個差異 那待會提供的這個表格是在2018年4月4號台版的這個機率表 那為什麼要選在那時候呢? 因為台版後來推出了很多這個新的變身 整體來說它增加了非常多 那增加的情況下它就會影響到整體的這個機率 它的每一支這個變身的機率都會有所下降 就是總體上可能還是差不多,但是機率是有所下降 那我們首先呢先看到的是紅變的部分 左邊看到的是當時候台版的這個機率表 那右邊就是目前日版現在的 那白色的這個變身的話基本上看起來機率是差不多 雖然說日版的機率看起來好像蠻平均的就是2.8 2.87左右 那濾變就是高級變身的部分大概1.2到1.3 還有1.0喔,那這個機率的話會有一些微調,但是基本上機率不會差太多 那藍變的部分的話呢大概是0.02多 那整體來說還OK 其實沒有什麼差 那在紅變的部分機率看起來 因為日版現在整體的這個數量比較少 所以它的這個機率會比較來的高一點是正常的 那接下來看到的是娃娃的部分 那接下來看到的是娃娃的部分 娃娃的部分因為數量都差不多 所以整體的這個一般啊高級稀有英雄的機率 大致上都大同小異 也是有一些微調啦,但是大部分 趨勢上是差不多的 然後在英雄的部分你會發現它的機率有蠻大的差別 就是一個是0.01,一個是0.03 差了好像差了兩三倍左右 那這個主要是因為兩邊的這個數量啊 就是紅娃的這個數量啊有差 所以它的總體機率來說會被均分掉 在掉寶率的部分很多玩家就是有反應說 好像是這個掉寶率不大高 那這個的話小編覺得還要再確認一下 因為畢竟昨天才開服第一天齁 很多人大部分玩家都還在解任務的這個狀況下 而且在裝備不夠的時候會一直死一直死一直死 導致於說你就算打怪了 但是大部分打的怪物其實不是主要會掉寶的怪物 不過目前會不會影響 我覺得這個都還只是一個推測跟感覺 那相信再過一個禮拜甚至兩個禮拜左右 包括從BOSS上面打到的怪物啊 會不會只有執念呢 我覺得再過一兩個禮拜就會開始比較明朗 那現在大家等級還慢慢的再上來 大概防禦到-60左右的時候就會開始發現打怪變得輕鬆很多 那要打寶啊吃王啊基本上也算是會漸漸開始比較輕鬆容易上手 那到時候我們再看看日服的這個打寶率 吊寶率是不是真的跟台韓服現在的設定是接近的 好那以上呢就是關於機率 還有這個主要是抽卡這個部分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跟解說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關於日版的一些消息跟設定資訊的話 記得按下右手邊的訂閱就可以隨時收到我們最新上架的影片 那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掰掰 拜拜